节目最后就是我们的弹无续发栏目 请各位点评一些 最近一个星期的一些新闻 先请建立来说一说 我要谈的一个故事 和中日的对抗也有关系 海南有一个姓王的男性 他今年36岁 他在24岁的时候 因为盗窃被判刑 然后25岁的时候 因为盗窃又被判刑 到了2007年出狱 在上个月 他和一个朋友 在一个酒吧里边 进行对中日的冲突进行辩论 他认为如果中日开战 中国一定能赢 但他的朋友认为 如果中日开战 日本一定会赢 两个人争论不下 就大打出手 从这个动口到动手 在大打出手以后 他一怒之下 把他的朋友给杀掉了 杀掉了以后 他就逃逆嘛 然后这个在外面吃野菜啊 藏了一个多月 在这个15号的时候归案了 我们来看这么一个中国人 第一他不爱惜自己 他又不珍惜自己同胞的生命 但是他有莫名其妙的 爱国主义情绪 而且呢 还有莫名其妙的民族自豪感 所以呢 同他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 那个爱国报名 他们的思维模式 实际上是一样的 虽然他们没有走向 他这么极端 对不起 但是应该给他们一个惊喜 你的意思 给大家非常清楚 就是不到那个三周 美国人就会进行一个 都说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宗突 那个选举 现在那个罗姆尼 那个奥巴马 是一战场 分我们很难说清楚 很多那个迷你调查 都是靠得非常非常近 就是说明剩下的时间 可能是我们的那个惊喜 会越来越肮脏 越来越激烈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 他们的辩论变得越来越重要 他们这个星期进行了 第二次那个辩论 多数的那个人 就是同意那个奥巴马赢了 可是奥巴马的表现 其实也不错 现在他们都忙着 要争夺美国女性的一些投票 还有一部分人 包括那个美国的一些保守派 说这个是美国总统候选人 的那个辩论当中 质量最好的 实质性的内容最好的 他们说现在美国人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选择 奇怪的是两个候选人 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一个计划 都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美国这么复苏的一个方案 罗姆尼归根结底 他的立场是 我是个富翁 我有钱 所以你应该信任我 奥巴马的那个立场是 我是了不起的我 你应该信任我 我们有一个清楚的选择 可是不一定有一个好的选择 时间到了 这跟总统辩论一样 时间到了 就好该保身了 我也谈谈中日关系 著名歌手王力宏呢 他是日本相机 尼康在中国地区的代言人 据说代言费三千万元 那么最近他在自己微博上 贴了一个帖子 说新货到了 他举着尼康相机的 大家看得到 说新货到了 我的拍照技术要进步了 哈哈好开心 那他贴了这帖子以后 招起了这个很多人的围攻 有些人就说 你踩了这个地雷 天王都得死 还有人为他打抱不平 说这个 这个 说什么呢 单纯的人被重伤了 我认为他并不单纯 一个人 一个著名歌手运动员 为哪一国家的产品代言 是他的个人行为 但在微博当中 来鼓吹某一个代言的货物 由公私兼顾之嫌 而且我最让我不明白的是 他在这个代言日后的同时 却在自个的新歌当中 来大叫 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希望我们能够 把这简短的放一下 好 非常有意思 谢谢宝胜的点评 好 接下来是这个破空 喂 破空 该你点评了 10月15号 柬埔寨的前国王西哈鲁克 在北京去世了 这个西哈鲁克 在当国王期间 在柬埔寨 柬埔寨这个赤贫小国 但他穷奢极欲 经常举行豪华派对 这个美酒 一生追逐美女 这个到了中国之后 他流亡中国几十年 中国政府也给他提供 大量的这个物资享受 穷奢极欲的完工生活 比如说专机专列 美女专场演出 有一次他到上海去 他为了吃一个 所谓地道的鸡鸭血汤 中国政府居然 宰杀了三百多只鸡 来满足他的需求 为什么要三百多只鸡呢 因为他们要达到 一个标准就是说 这个鸡卵 取出来的鸡卵要三同 形状相同 色泽相同 和直径相同 所以这次西哈鲁克死了 中国政府来下半旗 并且说是中国人民的 巨大损失 网友就不高兴了 所以就互相问说 今天你损失了吗 中国人 结果互相的回答都是 不仅没有损失 而且停止损失了 接待大换洗 破空 好 谢谢你 谢谢各位点评